凯迪拉克XTS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台车 两年前我爸换了车把它交给了我 我当时对车其实并没有太多兴趣 但之后的美国留学之旅让我发生了改变 记得家里第一辆车是哈费赛马 两箱车造型像个盒子 几年后爸爸换了一辆3.5的天籁公爵 沙发很软 高二那年我爸又把天籁换成了凯迪拉克XTS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牌 这感觉乘坐很舒服 空间和隔音比之前的天籁都要提升很多 加上那时候我喜欢Taylor Swift 疯狂收藏他的专辑和周边 后面还去了上海和东京看他的演唱会 通过对他了解的深入 我发现他的车是凯迪拉克-凯雷德 泰勒有着1米8的身高 而凯雷德有着近6米的车长 2米的高度 人和车都让人感觉到巴西外露 它不仅是SUV设计的标杆 也是美式文化和精神的标签 从那时候我开始对凯迪拉克产生了好感 留学期间经常可以看到所谓的美式保姆车 基本都是全尺寸的SUV 非常霸气 而国内流行的保姆车却是MPV 通过这一细节我也感受到了中美汽车文化的差异 刚开始我没有打算买车 因为纽约的公共交通非常方便 加上这种巨型城市的通勤体验并不算好 堵车频发 而且停车费动辄一小时几十美到 但考虑到V8大排量和东西部自驾 我还是忍不住准备开始买车 凯迪拉克是我的首选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提前回国 回国之后我正式接手了这台凯迪拉克 高速巡航时车身非常稳定 隔音效果很好 动力方面近300的马力和400的扭矩 很轻松的就能完成大部分超车的场景 开着它是我每天最满足的时刻 播放着Taylor的音乐开在熟悉的道路上 在路面上超车也或是驾驶体验的乐趣 不过呢由于车太重加上又是前驱 原配轮胎抓地力并不太够 导致正常油门起步时非常肉 低板油起步时轮胎却会疯狂打滑 6AT波箱在堵车时低速通勤时带来的顿挫感 十分的不友好 在这段时间里 我和女朋友确定了关系 需要再增加一台车 我们试驾了很多车型 像迷你 宝马 阿尔法罗密欧 吉星 蔚来 理想万 特斯拉等等 最后选择了蔚来EC6 这也是家里第一辆新能源车 相比之下 燃油车高昂的使用成本 让凯迪拉克不再是我的出行首选 尽管如此 每个周末我都会开着凯迪拉克尽早出门溜溜 感受一下内燃机和涡轮带给我的机械感 再用车机播放一下父亲一直放在车上的U盘 时代感就出来了 的确 新能源车带给了我更多便捷 但我对燃油车的感情依然还在 作为乘坐者 他已经陪伴我七年了 陪我从高中生成长到现在的社会人 作为驾驶者 在他陪伴我的这一年多来 洗车 保养 事故处理 部件维修等等 让我对汽车结构行业 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也让我更热爱汽车 我是陈泽泰 这是我和车的故事 毕竟有多了解 提供的解脑